真乖 开业没剩几日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这上面有些事项 都是不急于一时 我看看我的 你怎么也做了 咱俩安排计划的思路不一样 天智周步这一项 在我处属于未完成 但你那边 确实很延后处置 红桌子也是可以代课的吧 桌布装饰 也能等以后容易了再填纸 我是这样想的 修缮仪式不可一蹴而就 时而的唤星反而更新鲜 你认为最重要的是 再去上一片菜单 吃饭的地儿 菜好不好吃 当然是最重要的啦 村夫人和我家夫人 真是越来越小了 严谊先生教的 我今日又下帖子去行好家了 但都是二少主夫人回的信 说她身体不适 不意出门 一听就是借口 他们府的病根 是在二少主身上 没关系 我们再想想办法 久了一世 我总想着 给好家姐姐留一份 免得她之后 只能依靠二少主给的阅历帮衫 身心又为 实在是太不可靠了 少主下朝以后 发现侧夫人和郡主支持未规 她不安全甚是着急啊 是 所以在此后门处营营而为 陆总管 你已经抽筋了 没 没 郡主 小心抬肌 你看这时间 时间还没到呢 说好了三日之内不说话 所以想请你准我走过后 这在下是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实在是懂得这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请李大人 通了多少 不行 左后门 门都没有 说好了三日 查半炷香都不行 我 这个时候走到前面 就不能再坚持练成了 就不能再坚持练成了 欲凭欲展 你们知道尹征多么齐人吗 我让她走她就真走了 这 好 我是去准备宵夜了 这样正好时间也到了 还可以贿赂你 我是猪嘛 有吃完吃醋 你不是吗 你不是猪 你怎么能是猪呢 你看这期限也到了 能否请你共进宵夜 一会儿我想吃瓜子 好 你要帮满一百亿 我要一会儿去圈吃 好的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平 没问题 你还想吃什么 你态度不错 谢谢 要不是因为我私心把你留下来 你早就回到稷川 过这一夫一妻 沉婚相对的日子 可像娶妻 还有宴请宾客这种事情 是我走了不了的 但但我想你保证 我会努力 直到有一天 可以做出 你是我侥幸遇到的家人 所以不要 不要我 我知道 我知道新川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希望去改变的 但这条路很难走 潮中之势变幻莫测 如果我有一天出了什么岔子 我希望可以保全你 把你送回去 我想留下来 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你要走的路很难 但既然是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 而且你可以做到 我也一样啊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开酒楼 想有自己的事业 甚至会想 让新川的女子 有更多做事情的权利 试一试吧 我试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 还有 你跟我说的话 我也都知道 都明白 也知道你很无奈 只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不想让自己烦躁的情绪 影响到你 所以 所以说 我们俩冷静冷静 不过现在没事了 你不要多想 吃饭吧 我不爱吃虾 不能挑食 你吃 真乖 我不吃